当初我们是外国人 所以他就帮我们用 这种叫人情为嘛 因为他们讲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真的是我感受到来到台北 我以为台北可能像一个大城市这样子 不能讲冷卧 但是可能就不会像这样子很热情 真的可以让我不一样的experience ok ok guys 我只要我从台湾Vlog第一集 就一直在卖关子 讲会去这个地方 没有错 就是大家久等的台北 期待吧期待吧期待吧 不期待也要期待 现在时间差不多是6点左右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吃我们的晚餐 天天立瘦肉卤肉饭 听起来那边卤肉全部都是瘦肉啦 也是很多小红索的人在那边推荐 所以我们就试试看 应该很好吃的 很多人是在排队吗 卤肉饭其实很便宜哦 对 排35而已 翻队 护卤肉饭 我这个是有夹蛋的 这是油豆腐 这样子275块 yeah 空气我加了那都不较分了 太胡椒味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还好 蛮咸的 我觉得啊我觉得 好像卤肉饭 谁要买之前啦 打扎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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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真的不适合口味 有什么好吃的卤肉饭吗 可以推荐一下 下次我来台湾可以再去吃 我该3.5 因为好喝过 今天不知道第几天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台北的西门町 今天的行程就会是去 九份十份 最后再去吃buffet啦 这buffet是在台湾蛮出名的一个buffet 叫麻辣火锅 不过早上我们先去打卡阿中面线先 这是我在永和豆浆 隔壁吃的 我叫卤肉干面 这个70块 肥肉全部 全部都是吃这个啊 味道还行比较淡一点 然后这是永和豆浆 我叫个冰豆浆我觉得蛮好喝的 就冰冰然后有一点甜 买了片然后准备去十份 我们先去到这个瑞芳车站先 然后再换 15 对 就是这个啊 我们各回时间 对对 现在要来的这个 好的 明白 谢谢 谢谢 看我们第一组织的啊 就像是知道了 跟时间就对了 贵的 水了 现在来到这个猴童猫村这边 这边就是一个猫的村子啦 会有很多猫 可以跟它一起玩 可以喂它吃那种草 那种草听说是它们的毒品 它们吃了过会整个云云 适合法的啦 by the way 被猫包围着 这里的猫不会一直靠近人 所以怕猫的人可以来这里 其实就比如我 因为我买了猫草 也叫猫薄荷 100块台币而已 它里面是这样 然后我们还是要种出来的 我种了三天草这个叶子 最后我们拿这个 三个100块 很大耶 有三个东西 我们现在到十份车站 但是首先 但是首先我们先去 十份黄金瀑布 去了黄金瀑布 我们才去那个十份车站 放天灯 这样子等下就不用再走回来了 刚刚我一个uncle讲 去那个十份瀑布的鸡酒 他讲 很近而已啦 700多米的而已啦 就很像一个吃辣的人跟你讲 这个东西不辣啦 跟你讲韩国烂杯不辣啦 这样子的改变 走到很累真的 应该要到应该要到啊 700多米的 只要1km了 我应该啦 我踩完过后我就瘦了 一直在走路 一直在爬楼梯 好像到 看了是 OK可以回了 好 慢慢掉下去了 oh no 还要火啊 嗯 灯掉下来 烧火了 没有了 掉在这里了也是 我们写天灯咯 来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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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美满 河家换咯 河家美满 对 我们换 OK 靠你早安图的名剧 我先写 笑一下没烦恼 请 我们有点英文嘛 好像很顶这样 好 二 三 go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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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啊 我是在这个叫胡佳的这边 选的天分啦 其实他们价钱都差不多的一样 每一个都是四个颜色 250啦 这间呢他是有帮忙free拍照 然后free拍video的 所以我觉得是不错 而且那个人他会很多语言的 他又跟我们讲华语 又会讲日本话 我觉得还不错 你要拍照啊 他很会指导耶 小弟弟 跟我玩十份老街 我们刚刚就是坐火车 来到瑞芳 火车站 现在就坐了这个965巴士 去九份 现在6点多罢了 现在天就暗了 一晚九份应该是蛮美的 我之前是去过九份 五年前啊 应该变得很多 oh no 等下先 开始上巴士了 其实刚才我就在那个巴士站那边 看那个什么车啊 然后去九份嘛 然后我就在那边看完看的时候 有一个台湾阿姨他就问 诶你们是要去哪里 然后我就讲哦我想去九份 我一开始是有防备心哦 心想啊 我突然来问我这样子 他是要做什么这样子 然后他就讲哦九份啊 不是这个巴士站 你要去到别的巴士站 那边才能搭到这个去九份的巴士 对 这边边是西隆台北的 明白 对 过去那边 那边的观察 OK 他会突然来给我搭话 然后帮我 你知道吗 就是不是我自己去问 诶什么什么 这种事情我遇过两三次了 他们都是自己主动来 你讲诶你什么什么啦 很好 真的很好 如果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则是 不会太跟陌生人讲话 不会特地好像去接触啊 我的话啦 你们有在一起吗 没有 没有 不要急 拜拜 除非你来问我 我就会帮你了 但是如果你可能在那边自己看啊 通常来讲都没有人会去理 这样子 可能会觉得哦 他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还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 看得出我们是外国人 所以他就帮我们用 这种叫人情为嘛 因为他们讲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真的是我感受到啊 来到台北 我以为台北可能像一个大城市这样子 不能讲冷博 但是可能就不会像这样子很热情 真的可以让我不一样的感受 我们到九份了 来吃这个赖阿波浴园 今天来吃这个顶级麻辣鸳鸯火锅 这次是Puffet的 Let's go Food the morning 今天在天天立卤肉饭隔壁吃 他的卤肉饭 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卤肉饭比较好吃 个人口味啊 今天我们会去野柳地的公园 看看女王头妈咪最期待的有没有 之后我们再去淡水走走啊 吃一下阿给啊 最后再去士林夜市 我很期待去士林夜市其实 我们到了很美这边 很像韩国这样子 Jaju Island 而且很特别哦 这边的石头都是一个一个洞这样子 这边就有很多个头啦 但是我们真正要拍照的是女王头 怎样找叻 就是很多围坐的地方就是了啦 啊 哈哈哈哈 摸不到 传说中的女王头 问题是现在 我们要排队来拍这个女王头 很多人排队 就为了拍女王头 漂亮 漂亮 这边 OK 我们现在从野柳来到了淡水 两个小时多 好累 我再把睡了很久一下 现在已经是差不多5点12 我iPhone怎么被锁掉了 没有放在包里面呢 他自己锁锁阿咪嘛 自己锁住了 What 现在就到了家人来吃Ake啦 还有吃什么阿麻麻鸡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 讲错的话你们可以纠正我 淡水勒是周杰伦的家乡 是吗 我印象中好像是耶 好像啊 可以留言 Ake 然后还有一碗鱼圆汤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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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暖落 那我吃看这个 哇 我第一次吃冰的耶 平时吃热的 很好吃 我们现在来到士林夜市 哇很冷喔 它天气突然变冷 我没有戴外套 我们是从淡水做MRT来到这个叫剑坛站 走下来就到了 你看到很多档就是士林夜市啊 然后我们在排这什么小露梅花糕 汤也小小维打的这样子 黏在一起烤 下面有很多 好吃啊 好吃啊 热肉 蛇肉汤 超大的鸡汤很多的排骨 我记得我N年前就是来吃这个 哇 爱上啊直接 它是很大那种XXL 很大个 我之前吃是70块 在起家变90 好像还好嘞 那口感就像是60%的皮 40%的肉 我加辣椒粉 但是我觉得没有很辣 我比较喜欢马来西亚那士林鸡扒 这就皮太厚了 太厚吉祥 真的 今天我就在台北101 走走了一下 然后去大卡聊一些地方过后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一个地方拍照 那边也是很美 就可以拍到整个101 然后又可以拍到彩虹的地下 我们现在拍完照片了 然后回来台北101吃 顶太风 他们讲来这里一定要吃顶太风 因为会比较不一样 而且顶太风好像是台湾的 这样多人拍对咯 很多外国人也很多本地人 Oh my god 要一个小时 我妈咪现在去拿这号码 红柳燃面 OK 我吃这个顶太风的炒饭 它这个是有鸡丝的啦 我们叫有鸡丝跟虾仁的 蛮好吃的 它有鸡丝哦 它口感不一样一点 我觉得蛮好吃的啦 这是造米的 Malaysia是没有得选造米 还是白米 然后我们选造米的这个脑子 我们现在走着去一个什么 竹菊酒屋之类的啊 就像素家要打卡台北101 Anyway然后我买了一个奶茶 德证 其实我这几天在我这里的时候喝很多奶茶 因为我就是有拍一个喝台湾奶茶的video 我喝很多不同拍子啊 包括五十兰 德证啊 再去五分钟啊 我会做成一个video啦 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那个video 另外一个打卡点 就是可以来这个居酒屋这边 我在这个中间拍整个 我是觉得蛮美的啦 妈咪 好的 我现在人就在一栏这里 我们现在晚餐就是一栏拉面啊 这里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炒一点点 由于一栏拉面的footage比较多 我也很详细的介绍和点评一栏拉面的各个方面 所以为了不要让大家觉得无聊 又或者是这样 我可以多一个video赚钱 哈哈哈哈 开玩笑的ok 大家要放心什么是笑话 我会找我们出一个影片分享我在台北 体验吃一栏拉面的感受 到底这样出名40块麻痹的一栏拉面 好不好吃 go the morning 吃了这一栏过后 就要坐飞机回家了 喂喂喂 在影片结束之前 允许我稍微感性一下 首先这个是我第二次来到台湾旅行啊 虽然这次的旅程比上次还要更加精彩更加开心 吃到很多很好吃的食物 尤其是那个意面 去好上次没有去到的阿里山 伊兰 也遇到很多很好的人帮助我们 但是行程方面还是比较观光客 感觉对台湾的了解还是不够深入 所以可能以后有机会的话还会在这里 不过喜欢下一次的旅行 会是更加轻松更加chill 可以好好的享受每一个美景 如果有钱的话啦 那今天的video换句话讲 台湾vlog系列就到这里 之后的video会发更多的旅游影片 小小预告一下 我9月委屈了中国的重庆和成都 所以你们懂的哦 懂的哦 不懂 subscribe我就懂了啦 好 ok就到这里 bye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